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阶段我跟阿哥聊到 选择前出现一些调诡的现象 因为有人在10200做一个 My Put 赌 两个月之后呢 这个可能不会跌破 这神秘大户被我们抓到 到底怎么样我们继续做观察 不过呢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也出现一个调诡的现象 那怎么样的调诡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没有股市呢 当然这波从1月初就一路往上涨 这波涨得非常强 反弹了将近两成 不过呢在这反弹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东西 既然也偷偷跟着涨是谁 是黄金 大家看一下过去 我们知道黄金属于避险天皇 它跟股市理论上呢 都是负相关的 这个股市涨了黄金就跌 那股市跌黄金就涨 但是你有发觉最近怪咯 黄色线的这个是黄金 还有红色线的 股市呢 怎么会一起涨啊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呢 多方持续做多 可是空方呢 似乎也不认说 空方呢也是大力集结在 黄金把它一路往上拉 所以呢现在空方跟多方 是不是都在圈前 为未来呢 这个行情变化呢 做一个大对抗 不过在这大对抗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必须讨论一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呢 这一次呢 改变它的鼓励政策之后呢 说真的 会有什么影响 待会做讨论 不过重点是台积电呢 它的美啊 就像过去我们看这个 玛丽联盟路这么美 玛丽联盟路呢 之前有一个经典的动作 就在这一个通风口的地方呢 好像下面是火车经过的样子 这个气就起来呢 把它吹起来 这个经典动作呢 让大家都开始做模仿 你说小S也模仿 甚至连大陆的这个 胡歌是男生呢 也去模仿玛丽联盟路 那当然呢 还有玛丽联盟路的模仿大赛 我要讲的是什么 台积电这个改变鼓励的这个政策 一年呢 改放两次呢 会不会引发台湾的 相关个股呢 出现所谓的玛丽联盟路效应 大家也一一开始跟进 所以请教幸福哥 今天台积电呢 他宣布今年要发两次 8块加2块 8块是去年赚的 那2块钱呢 是今年第一季赚的 那但是在第四季发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 黄金跟股市一起涨 这波动很大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大行情 可是呢 安全一点 会不会跟高股利比较相关 你怎么看 这一次台积电的股利政策 可以是说 创下台股的先例 之前是只有ETF 他会分阶段发这个股息 现金股息 那现在是这个上市公司 第一次来做这样子一个动作 而且呢 他还把这个 其实等来大家没有预测 他可能今年会发到10块 不过这个10块出来 确实对市场的信心来看 因为国外有做过研究 如果说你同样的鼓励 10块一次发 跟10块 你拆成两次三次发的话 其实反而拆成两次或三次 对于股价 在未来的激励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记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对对 国外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 分批发的话呢 这个投资人的满足感会比较高 对没错 所以我认为 大盘几涨已经涨了大概900多点 所以短线上可能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指数 或许会开始进入震荡 在半年线附近 但是呢 如果说指数短线不会涨的话 可能就是走一些中小型股的 中小型股的 对 那像这一张图的话 其实大美 幸福哥我记得 上礼拜你也是用 类似这种很复杂的 就是很多条件选股 你选到那时候是8049的 对精彩 还不错 对 今天有涨停了 他是这个今年应该 去年应该可以赚2块半 所以22块真的很便宜 本利比够低 而且股价的这个位阶 因为他也是高配息 所以同样这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有特别去研究 为什么常要设一些很严格的条件 因为就是我们常讲 这个岩石出高图 你一定要设定一些 比较严格的条件 你这样 不然台股这样1600 700档 你怎么有办法 像大海捞针一样 那这个图表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陆陆续在公布财报 那财报好或不好 你只要一出来 好的话可能股价就像这个 火箭一样 咻一下往上冲 那这个用的是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 我们来看 他 YOY跟QOQ季度都是 就是年跟季的 都是呈现正成长 然后年成长性要超过 一成10%以上 10%以上 然后呢 最近这10天以来 三大反而是要 进门超的 我们来看几档各个 比如说像4953的微软 微软 微软的股价呢 你看今天创新高 用这样的条件选出来 对 你看一下 6558的新能高 新能高 最近这一波 也是大涨 从挂牌以来 大涨超过一倍 对 明基财 今天又涨停财了 你看这一波 从大概16-7块 一下涨到25 还有包括像35-18的赵立 赵立看一下 也是 也是不错 6188的广名 也是一样 这股价这一波 也是从25 直接拉到快40块 5234的达新财 这两天 今天还在创高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 所以用这样的条件 选出来的股票 怎么都这么强 对啊 就很奇怪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法人在看什么 看营收 法人其实像我们自己的习惯 法人只要1月10号之后 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是 看有没有那个营收 突然一下跳很高 但是股价还在相对低点 那我们刚刚看过这几档 其实年生涨率最高 而且超过100%的 其实是这个8064的 冬结这家公司 你看他的第四季营收 YY的年成长是超过了 这个100%就是两倍 QOQ也有11% 最近这买了723%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家公司呢 前年2017年表现不是很好 2017年呢 他基本上损平只赚了0.01 对 可是呢 他去年前三季就已经赚了 大概1.4了 第三季赚0.5 第二季赚0.52 所以呢 初估了 大概去年他的EPS会接近2块 那这个2块呢 是比较保守的估法 如果说在估的毛利率稍微再拉的高一点 应该去年的EPS会来到2块2 甚至到2块3 那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前面讲到 京东方股价最近涨了50% 那只要有切入大陆面板 不管是零主件或设备相关的供应商 其实呢 最近都是一路一路大涨 像这个明基财达星财这些其实都有类似的概念 那像东杰来说的话 他做的就是什么 面板的设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股价形态 你可以发现 他之前呢 就是在这个大概17块这边盘很久 大概盘了两三个月 今天终于量开始有出来 然后下面是一个大户的持股 通常我想 有在做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 应该看得懂这个图 特别是价根量的关系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周线的形态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是要做波段的人 我们是建议除了看日线之外 最好周线月线都看一下 这是周线图 你可以发现了 这是周的 一样他整理的非常长 然后上面下面这两条紫色的线 这个叫做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的简单来说就是 他压缩到最后就像一个麻绳 卷拉卷拉卷拉卷到非常紧 突然有一天 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股价不管是往上喷或往下走 就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 那再来的话 这边呢是周的MACD指标 你可以发现 零周以上开始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这个黄金交叉 这里是KD指标 也一样在武池附近出现了黄金交叉 所以从日线跟周线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档个股呢 似乎在经过了长达 你看从去年大概六七月之后 股价就大概在十六七块 应该整理了 长过半个时间 那搭配了去年的莫力头 零点零 有机会往两块 就 repeated 明镜ב� autzie 明镜ב� autzie 明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